如果是般鲜艳的灵龟 穿梭在树上的独角兽 似熊非熊的黑毛胆子 热带丛林里的公笔画 是什么样的动物园 可以再现东方森林里的精彩 我是东青 欢迎来到德国首都柏林 这里见证了普鲁士王国的崛起 又经历了德国的统一 然而在深厚的人文历史之外 这座城市对动物的热爱 也闻名世界 在尝试中心最知名的 莫国于德国第一家动物园 柏林动物园 在他身旁则是历史地位 与他并列的柏林水族馆 距这里不远处 你还可以参观 有着丰富重要藏品的自然博物馆 还有那个曾辉煌一时 但如今只能从我视频里 一睹真容的海洋圣殿 柏林的动物故事实在是太过丰富多彩 而我们的故事开端 则要从城市的另一端说起 在柏林的东南部 还有一个知名度与其实力并不匹配的动物园 那就是建于1955年的东柏林动物园 虽然它比西柏林动物园小了100多岁 但它的面积却是前者的5倍 再加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渊源 东柏林动物园不仅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动物园 更是众多亚洲物种的乐园 我是东青 在柏林之声系列第一季 我将带你进入藏在东柏林动物园深处的 路族学及大城之作 阿尔弗雷德布雷姆馆 这里不仅打造出了世间少有的 能充分尊重两棋爬行类的饲养幻境 更是众多物种宝玉的方舟 在上一集中 我带大家一同认识了绝对罕见的物种 苏拉维西带猫的一家三口 见证了国宝马上鱼猫头腹的狩猎绝技 陪传说中的周氏匹克龟一起干嚼蛇皮 又与绝美的百花锦蛇 游荡在卡斯特山林 而现在我们将继续南下 深入东南亚的热带雨林 去聆听那里的生命之歌 百花锦蛇隔壁的环境 已经被遮天蔽日的大叶牙藤所覆盖 虽然这种植物并不是东南亚雨林里的主角 但它更容易在室内模拟雨林里的真实光线 很多人不太理解 为什么热带丛林底气物种的紫外线需求 往往比树漆和荒木物种要低 这里就解释了这个问题 你看因为底层缺乏光照 甚至连草都长不了多少 只有对光线要求不高的苔藓绝类 才能点缀地表的生机 而想在这种相对开阔的环境里保持安全 动物们往往需要根据环境 做出一些定制化的拟态 特别是身材矮小的物种 面对比自己高的天敌 如何巧妙地和地面融为一体 就成了学问 比如不规则的黄色半块 能和随处可见的落叶进行拼接 浓墨一般的花纹 能要轮廓沉没在枝叶的投影里 这个藏在丛林深处的就是缅甸鲁龟 虽然名字里有缅甸 但它和上级第一个出厂的缅甸新龟 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 相比于干热的灌丛河谷 低海拔的森林区域则滋润得多 但富足的环境里天敌也不会少 想要保命必须低调地潜藏在丛林底层 它们正是靠这个生存策略 成为了东南亚分布最广泛的路规 而借助枯枝落叶隐藏自己的不只有缅路 在马来西亚的雨林 还生活着一种与枯叶同构的物种 只是想见它一面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必须要紧盯地面 寻找那片不寻常的叶子 就是这个长着鸡脚的三角枯叶瓦 这个物种前不久在生灵奇境系列 为大家展现了罕见的褪皮行为 非常值得稍后再看 在野外 雨季是最容易见到它们的季节 因为那时是它们的繁殖季 但不幸的是 野补库叶瓦也在这个世界 而此时球偶中的雄性库叶瓦 如果被采集 就会处于极大的压力中 这需要非常细致的调养 才能扭转死亡 只可惜它们中的大多数 都没有等到合适的人 而当雨季过去后 干燥的东北季风 就会接管马来西亚丛林 这时很多植物就会开始落叶 进入休眠期 地表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光照 在这种情况下 平时藏在树顶的贝尔冠西 就会来到地面避暑 这是至年轻的雌性 高耸的背脊是该属成员的特征 要不是为了躲避中午炎热的太阳 它几乎不需要下来活动 没错 只像上级的黑梅和百花 它也需要高低温差来调整体温 不然的话 在树上待着明显是更安全的选择 在野外 它们也是很难观测行为的类群 一旦被发现 它们就会在树上靠秦王绕住的走位来躲闪 只有到近地面活动的个体 才会出现在人类的环境里 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惧怕猎人 这里还有一种小家伙对猎人甘之如鱼 现在让我们去环境顶部寻找一下 在粗壮的藤蔓顶部趴着晒太阳呢 是只雌性的变色熟悉 如果你没听过这个名字 那换成雷公马或马踪蛇 也许你会更熟悉 但如今国内的种群已被独立为新种 这预示着这种分布广泛的小蜥蜴可能还藏着很多秘密 比如它现在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吸收更多紫外线 它经常爬在环境的最顶处 而我们直到前几年才了解到 它们是福克森三驱的物种 但它们为地的合成效率如何 身体可以储存多久的骨化二纯 口服为地的安全剂量是多少 这些都是未知的 虽然它们要比贝尔冠西更常见 但人类对它的了解却非常浅 而在未知的情况下 想要让它们健康生长 就需要参考野外的有利因素 这不仅能降低圈养的风险 还能大大延长它们的自然寿命 所以你看 这个展区的物种都不少见 但依然得到了和蟒山同级别的环境 作为面向公众的园区 这样才是展现尊重生命的方式 对于动物来说 环境的选择性越多 就越能见证更多的自然行为 但我们对自然的复制能力是有限的 这些路族箱虽然看起来很高大 但在野外 这个高度可能还没土包上的灌木高 小蜥蜴们为了避跌 那爬个几米高真的太轻松了 而为了追逐跑到树上的蜥蜴 猎手们也不得不穿越障碍 向上发展 而接下来又出场的物种 就是很多树骑蜥蜴的梦魇 因为它们不仅能在夜晚出没 白天也喜欢到处串门 作为树骑蛇类 你对它们的配色可能并不陌生 但它们的独角一定会让你惊讶 它就是树上的独角兽 尖会蛇 诶 这脚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长鼻子并不是撒谎来的 也不是坚硬的脚 而是特化的肉鼻头 真实手感其实是软的 这些独角兽主要分布在 中越泰的亚热带森林里 像德国饲养的个体 老家大多是越南的 它们的家乡大多季节变化明显 特别是在春秋两季 雾气和细雨会笼罩整个山林 借此机会 它们会在温度不高的季风林里 搜寻闲逛 整点零食 对于监惠来说 白天的生活是多彩的 它们视力极好 能从很远的距离锁定目标 而当它们遇到感兴趣的物体时 就会将前段身体探出 慢慢接近目标 不过这一次 它不是奔着食物去的 而是自从刚喷过水的叶片 好 我们的独角兽 现在要向你展示 仙女是怎么喝露水的 看 它认准了水珠饱满的叶片 轻轻地把嘴尖贴在叶面上 用口腔肌肉产生的吸力 把水珠从口缝里吸进去 在这过程中 轻盈的叶片并没有回弹 也没有惊扰其他叶片 这说明它们的肌肉 能像豆腐雕花一样控制力道 而这不过是在树上生活的基本功 这样喝水虽然不如在池塘里喝得爽快 但也能当作惬意的下午茶 这种画面只有在完整的环境里才会见到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证这种仙气十足的行为 可不要忘记三连 那肩会平时只喝露水吗 其实不然 它们并不总是在树上 因为它们的肩鼻子 可能得下树才能派上用场 很多人包括我之前都认为 这鼻子应该是为了在树上拟太枝叶用的 确实有这个可能 但有实地经验的人表示 这个肩鼻子还可能是捕鱼的工具 肩会在野外和眷眼下都有捕鱼行为 对水源的依赖程度也很高 据观察 它们会用这根又软又尖的长鼻子 在水下的石缝间摸索食物 而实际救养经验也表明 尖会很喜欢下水 也对捕鱼充满兴趣 所以还真可能有这个用途 但这尖鼻子到底是化学检测器 还是机械传感器 目前是未知的 这个送上门的选题值得继续探究 而在这环境里 另一种会经常上述的物种 你可能很难想象是什么 因为在野外 它们大多羽人只会在地面相见 那相逢的瞬间 能说明它们一直如此吗 看 在接近三米高的树干上 有条一般锦蛇正在睡觉 是不是感觉很奇特 对 其实仔细想想就能发现不对劲 这种以害羞著称的蛇 如果真的那么不爱动 那又是怎么从华北分不到越南 东西又能横跨3000里的呢 这种级别的分布广度 很难让人相信 它们天天只会宅在窝里 可在卷养下 恰恰是基于这种误会 让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爱动的短命鬼 这说明肯定有关键因素被忽略了 在野外 它们会刷新在山地森林 灌丛 石坡 田地等不同的环境 这说明它们的活动能力并不弱 再加上成年后不俗的体长 足以说明它们的生活环境不会太小 而它们会花大量时间躲藏的低温湿润的微生镜 在狭小空间更是无法复刻的 这两个线索就能拼合出能成功圈养它们的基础条件 那就是先要够大才能做出温差 顺带满足了活动需求 如果你觉得证据不充分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玉斑的实性 虽然成年玉斑可以很大 但头却很小 这说明在野外有充足的小猎物 能满足它们的营养需求 比如雏鸟 幼鼠和瞿鲸 但新生儿的数量是有限的 吃完了怎么办 很显然它们为了找到合适的猎物 必须经常外出狩猎 靠味道构建周遭的气味地图 轮番造访这些动物的巢穴 所以真实的玉斑一定比你我想象的更加活跃 这种活动需求才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本能 只是它们的害羞很容易骗过新手 不过按这个逻辑反推 如果一个环境能满足食色之域 也能达到活动需求 那是不是能推算出一个 适合该物种生存的永久居住环境面积呢 没错 德国的爬行动物福利法 就是专家们一种一种推算出来的 毕竟这些小动物在野外的活动范围不是无限大的 自由也会增加遇到天敌的风险 当满足了这些条件 它们甚至可以比野外更加放松 活动时间也会大大增加 很多研究就能在室内进行 这就是德国很多两派行为研究 都能靠俱养观察来做到的底层逻辑 因为很多科研价值 是让动物活得舒服了以后才会显现的 如今 玉班和监惠的俱养后代在德国已不少见 但并不是每个物种的保育之路都这么顺畅 它就是在海外有羞涩家人之称的布什必可规 也就是曾经的布什黄鹅 它们的花色众多 种类变异性很高 眼前这种就是典型的黄色型 浓烈的颜色好像熟透的果实 掉落在越南老窝的山地丛林里 像比于上一集喜欢泡澡的周式必可规 布什的习性和缅甸路规更像 都习惯生活在地表湿润的山林灌丛里 那为什么在相似的环境下 它们却有这么绚丽的色彩呢 很遗憾 有关它们的野外研究依然很少 在过去的30年里 肉用和药用市场几乎摧毁了野生种群 而大部分国家的宠物市场 也没有对保育起到正面作用 如今野外种群去灭绝仅有一步之遥 所以很难进行实地研究 而黄鹅复合种三结 又一直以极高的护理等级而闻名 导致圈养个体也是不足的 不过好在科学的人工繁育 是让物种免遭灭绝的底牌 现在靠谱的动物园和专家们 已经实现了稳定繁育它们 像这里18年从莱比锡接手 两年后就成功了 场馆另一边就展出了新生的小规 过两节我就带你去看 如果这规中百花令你心动 那不要忘记面对百花的态度 先用阅读学习代替购买饲养 才是了解和拯救它们的最佳渠道 不过相比于百花 布什已经被列入的 塞提斯弗鲁伊进行管控 这意味着任何在市场上出现的野龟 都是非法途径进来的 更不符合道义 作为成熟的爱好者 应该为这种严格的管控感到高兴 并坚决抵制 对这些极为物种的挥霍行为 虽然塞提斯不能阻断 越南境内的野龟消费 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干扰猖獗的海外走私 而这些已经无法回家的动物们 则应该被好好善待 以野外同胞大使的姿态 向世人诉说这背后的一切 如果再能繁殖足够多的人工后代 那自然便不再需要从野外引进 而我们接下来有介绍的物种 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这个布满绝类的 枝子形构图的亚尔代景观里 居住着一种精巧的小龟 它们的背甲奇妙独特 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它就是热带丛林里的工笔画 枫叶龟 它们曾广布于两广海南和越南 但如今也难见一面 挥霍式的采集售卖 并没有扩大它们的人工种群 反而更多的被当成了月抛的玩物 而在上世纪的德国 因为枫叶是很罕见的物种 因此获得了专家们最高等级的管兆 以至于在80年代就可以稳定繁殖了 山芝芝就是今年8岁的小姑娘 是19年从科隆搬过来的 之后我还会带你去它出生的后台转转 为什么说它是姑娘呢 除了看尾巴 看枫叶的红膜也能判断性别 母的就是黄的 公的是白的 哎 枫叶能浑养吗 嗨 野外不都是浑养的吗 对于这些视觉动物来说 只要环境够大 有充足的视觉格杖 它们就会自己保持距离 像这里也养了一对 但这姑娘可有一百种方法拒绝相亲 所以几乎见不到它来同框 而作为视觉动物 枫叶龟还有两个绝技 那就是这双大眼睛 是能像变色龙那样独立活动的 这在整个排行动物界 都是不寻常的技能 它们会同时看两个方向的事物 在脑中合成全景影像 全面监测眼前昆虫的一举一动 而为了不动声色的蹲守猎物 它们会像这样瞪着眼睛 很久都移动不动 那不动怎么看清远近不一的猎物呢 这种情况下 变焦镜头最好用了 而枫叶龟就有这种能力 它们强大的趋光度调节能力 是成人眼睛的三倍 瞬时变焦能力则超过五倍 而且画面锐利 清晰度高 非常令人惊讶 在自然界有优秀视力的动物 还有很多 想要骗过它们的眼睛 往往需要极致的伪装手段 这个物种可能是自然界最惊人的 擬太大师之一 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镜头里了 还没找到的 请扣一 对 可能右下角的蜗牛更加醒目 但真正的主角 其实是画面中央的北部湾棱皮树 或者叫越南苔藓袜 如果你是现在才发现的 弹幕里也抱不到吧 这种苔藓袜是该树里最知名的大型物种 不过与它现在的状态不同 在野外 它们并不是趴在树上的 其实这种袜和百花锦舌的生活环境很像 它们也生活在高大凉爽的 喀斯特岩洞周边 体表的暗绿和岩石黑 加上皮肤质感 都是为了模拟石壁上的苔藓 而不是树上的苔藓 你看 如果它趴在后墙上 是不是这隐身效果更加明显 既然同样生活在喀斯特岩洞 那就说明了 它们和百花一样惧怕高温 而只要达到了温度需求 后续的繁育并不算难事 毕竟它们的蝌蚪 都能在沉寂落叶的老水里长大 适应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在越南和广西交界处的宝藏 不止这两种 顺着岩壁往上走 这里还有一种大明星 这条体表遍布古板林甲 长了条鳄鱼尾巴的 正是我国为数不多 受一级保护的蜥蜴 摇山恶西 恶西享有国宝地位 也是我们频道的老朋友 之前讲过生活环境 产地性别 各园区环境横平 还看过全网唯一的模式标本 如果这些你已经都知道了 那这期咱来说说恶西的社会性 其实严格来讲 恶西和布式枫叶很像 并不算群居动物 一些经验也指出 它们不应该混养在一起 但它们完全无法容忍同类吗 这里的养法挑战了这个观点 在这个结构丰富 且有众多视觉隔障的环境里 一共饲养了四条成年恶西 但因为从外观上无法判断性别 所以原方也不清楚性别比 但很显然 经过几年的磨合 每条恶西都找到了自己的领地 你看在平时 人家宁可和风雁龟一起看游客 也不会和同类贴贴 这说明有领地意识的恶西 非常懂得边界感 在一般情况下 光靠眼神的接触 就可以保持彼此的距离 比如眼前这条 是这里十几岁的老地主 而远处那条 是后搬进来 今年四岁的小年轻 它们都清楚彼此的存在 但没有任何威胁和警告行为 而这样的相处模式 恰好能验证 国内保护区的观测结果 那就是在条件充裕的环境下 恶西们也是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 只要大家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它们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边界 几乎不会产生争斗 那么问题又来了 提供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 是否有好处呢 这一点 需要未来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 才能知道 好 整个场馆的第一条长廊 现在给大家看完了 还在看的弹幕集合 我们接下来要去最大的展区了 在第一条长廊尽头的下沉空间 是布雷姆馆维二的大型物种展区 整体效果简约大气 即便前面的路组箱已经很大了 但站在它的面前 两者巨大的空间差异 仍能让它成为整个游览节奏中的高潮 如果你期待在这里能看到多巨大的生物的话 那这个身材瘦小 满脸褶子的痘痘眼 可能会让你失望 这家伙乍一看像是什么细狗 它呀 就是现生熊里最小的物种 马来熊 或者叫太阳熊 这只是刚满18岁的弗洞 再看呢 有多少同龄的观众呢 作为成年的雄性马来熊 弗洞还不到100斤 肩高也不足70厘米 这体型还没有高家所犬看着大 所以给人一种狗里狗气的感觉 不过熊倒是属于犬型亚牧 当年和狗也确实共享祖先 有狗的气质倒也没错 那它们看起来这么瘦 是不是养得不好啊 其实不然 它们为了能随时爬上数十米高的树干 必须要在身材上做出妥协 那就是要像树气五种一样 在尽可能纤细的情况下 再增加抓握能力 因此它们不是待遇不好才瘦 而是马来熊本来就瘦 脸上的褶子也并不是因为老 实际上它们全身的皮肤都很松弛 这可是它们的铁布衫 当它们被柴或老虎咬住时 它们可以借着这层皮套转身反击 你看在早期的科学插画里 艺术家们也特别描绘了它的抬头纹 但在那个年代 并没有发现这层皮的防御效果 科学家们反而对它们的性情更感兴趣 布雷姆本人曾认为 驯服后的马来熊要食物的时候可以非常有礼貌 养在家里还能像狗一样陪孩子玩 虽然如今并不建议养熊 但这些早期的报告足以体现 马来熊是极具智慧的物种 因此在圈养下 必须要在食物和环境凤容上下功夫 才能展现出它们的聪明材质 你看这还夹走个难过 对它们的上肢也很灵活 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抓起食物打包带走 如果是像萝卜这样的小块食物 还可以抓在手里吃 看到它们打卷的长舌头了吗 这也是它们重要的用餐工具 超过40厘米的舌头可以深入洞穴 把蜂蜜和白蚁炫出来吃掉 在野外 它们的实现可以帮助植物 把种子传播的更远 被这双大爪子翻开的树洞 则能成为吸鸟无鼠的洞穴 可以说马来熊是东南亚森林里的良心开发商了 它们的存在 不仅对森林生态很重要 对东柏林动物园来说也有特殊意义 因为在1961年 动物园刚成立不久 就创造了德国首例繁殖马来熊的记录 这对于动物园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是这些一步一步的积累 才能汇聚成今天的规模 而东柏林动物园的成就不仅于此 这里还实现了另一种少见动物的稳定繁殖 如果你在现场越接近这个展区 就越能闻到一股爆米花的香味 虽说动物园里有食品味道 并不奇怪 但为什么这味能经久不散呢 答案就在和马来熊同居的动物身上 它们会不定时从后墙上刷新出来 蓬松的长毛 卷曲的尾巴 还有一双棕破般的扭扣眼 它们给人的感觉 就像黑化的小熊猫 而这种神秘生物 就是和马来熊同域分布的熊梨 那它们到底是熊还是猫呢 在一百多年前 很多学者认为它们是介于猫和熊之间的动物 而它们的习性又常常拿来和南美的蜜熊做比较 确实它们都是食肉木动物 但熊梨和小熊猫的差别和猫狗之间的差距一样大 因为小熊猫是犬型亚牧的 而熊梨则是猫型亚牧的 两者的祖先在四千多万年前就分道扬镳了 所以按分类学的标准 熊梨不是熊而是猫 只不过熊猫这个名字已经被人气王给占了 那命名就只能参考关系更近的果子梨了 履行了它的身份 我估计会有不少人担心它们的安危 同样是食肉动物 这居然还能混养吗 这一点确实是这个场馆的大胆之处 这里能顺利混养到今天 主要是基于它们俩都没有那么爱吃肉 实际上这俩熊的素质比例相当高 菜单都是通用的 乖巧的马来熊也知道 这些黑毛胆子不是用来吃的 那接下来只需要让熊梨们不害怕就可以了 在磨合了一段时间后 熊梨们果然适应了马来熊的存在 两者平时错峰出行 互不干扰 习惯了这种合租房的熊梨 后续还生了不少 实现了稳定繁殖 当然混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还是要具备过剩的资源 如果这里只有室内去 那混养也是有风险的 但这儿其实还有个面积相当的室外区 内场的空间也不小 如果它们想的话 让它们全天出门活动都可以不碰面 最后还要解释一下这片爆米花味的由来 这个其实是它们的尿味 没错 熊梨可以靠肉身合成 与美拉德反映相同的挥发性物质 这种化合物闻起来就是爆米花味的 正好给这个场馆增添了一丝甜蜜 希望大家每次去电影院的时候 都能想起来这个知识点 好 以上就是本集出场的全部物种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最喜欢的动物 和大家一起打卡留念 老规矩 本集点赞过外 下周继续更新 我是东青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 下一集 我将带你认识身披金甲的阿修罗 看丛林之王打情骂俏 给大学蟒量量体长 再把回忆留给树上的精灵 我林之声第一季第三季即将更新 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 请转发告知你身边的动物爱好者 下周末我们还会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